好 師傅 下一個生肖就是肅牛 是啊 肅牛幾十年份 沒錯 肅牛就是他自己做皇帝 做皇帝即是說他高高在上 即是說你肅牛的人高高在上 即是說如果你是上司的 做一些上司的 有機會升職了 即是權力加倍 好了 但如果你老鼠年 經濟問題導致一些租金下降 想自己去做 老闆 這個機會就會有機會做 因為你想做皇帝 所以會容易做一些老闆的情況出現 好了 但你始終是太歲 即是說你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如果你是老闆 高高在上是正常的 但你在牛年的時間 你不知不覺上 你的人的姿態就更加高 那你的下屬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因為 暑年的時間 每個人都要戴口罩 每個人的抑鬱情況都很重 如果你再這麼高的姿態 或者這麼高壓力的話 那你的下屬可能隨時就爆煲 或者是有時做錯事 你得不成失了 那所以如果熟牛是做老闆的 那你就提醒自己 儘量就不要太高姿態了 那這就是問題了 好了 有一個就是劍鋒的所謂的空聲 劍鋒如果你熟牛 屋子站在窗邊看到 一些所謂的天斬殺 即是兩棟大廈夾得很窄 一條縫 好像一把刀鋒一樣 劍過來 那這些叫劍鋒 那如果你熟牛的 那你見到屋的外面 有兩棟大廈夾得很窄 那你真的要小心 因為這段時間是應驗 即是應驗衰的時間 即是你可能其他年份 但他沒有劍鋒的這個壞處 那即是你有一條天斬殺也好 他不好處也好 你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發生 但是呢 牛年 今年2021年那份牛年 劍鋒鋒出現的話 那今年發生的機會就很高 所以大家特別小心 交通的問題 就是你 想了走一定不可以開車 即是你有時吃了藥也不好 那這些就是很小心的交通的問題 那這個就是劍鋒鋒 但是如果你看到外面 你只是熟牛 你有劍鋒的空聲也好 你都不是說有這樣的天斬殺 或者是有大廈一個角落頭 劍過來這些 沒有這些亂頭的問題 那這個劍鋒鋒的空聲 就不會應的 好了 另一個就是伏師聲 這個復書聲就是熟牛 但是大家要記住 只限於1997年丁炒年而已 其他牛不認的 因為復師這件事 為什麼他會認在1997年熟牛呢 因為在我們裏面 有一個我們叫太歲押債主 太歲押債主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說你去一些樂壯啊 殯儀啊 這些地方很容易招惹一些陰邪的東西 由於1997年就是有 今年我們叫做一個 太歲押債主的人 而見到是伏師聲的話 你就真的要小心 避免去一些大酒店 這樣的 這些就是 如果你真的一些 直屬關係 必須要去大酒店的 那 通常直屬的都是要大孝的 大孝呢 一孝黨三災 大孝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你不是大孝 而你又必須要去大酒店的 那你要帶回一張白解了 現在呢就要問那些當時那個 那些人員 那些專業人士 怎樣去化解 那這個就是特別的 1997年那個 熟牛的朋友 但是如果你不是1997年 其他年份的熟牛的 就沒有這個問題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這件事 就是特別要談這件事的 好了 至於打工的 打工仔 那你在牛年呢 那因為你自己又是 權力威一點 老闆又威一點 那當然老闆可能不是熟牛 但是呢 你有機會你那個心情 心態上 會不自覺 覺得自己的權力很高 那有少少懸疑之間 好像有些權力上 押了老闆的 那你會很麻煩的 那這就是熟牛 見牛呢 就是復人的問題 那所以大家要小心這件事的 所謂的太歲的空性這件事 好了 至於讀書的 那當然就好啦 因為你讀書 你自己是太歲 即是說你的名譽地位高 即是說你考試 容易比你自己平時的那個 所謂的成績高一些的 考試明智會好一些的 那這個就是熟牛的好處的 這樣 好了 至於如果你是拍拖的 那當然啦 你就是熟牛的 你就一定是要求 另一輩遷就你了 那這個就是 熟牛在這個 太歲那方面呢 你就會有一些 權力啊 名譽地位啊 那這個 這種的心態上 會出現的了 那你就要避免這些問題呢 那你要留意這件事了 那這個就是熟牛在 2021年那樣大致的情況 那這個就是熟牛在2021年那樣大致的情況 那樣 如果是熟牛在那邊 就要選擇了 你也要讓我來 谢谢大家